中文字幕提供 實習蝦紅 你另 LING x 是C 裡面的一個點 不是 是其中一片的一個點 然後 y 是另外一片的點 對不 u 有一些點不落在 a 對吧 所以我們說找一個點的時候 是它分成兩片 在那兩片各找一點出來 所以你要 好 所以令 s 不是屬於 u 是屬於 u 加 a 對 然後 y 是屬於另外一片 可以齁 只要這時候呢 這兩片的交集是空 等你要用到你再寫 因為我現在還沒用到 我不需要寫 可是感覺上已經不太搭了 因為這兩片是不相交的 所以你這條線怎麼 你怎麼可能找一條曲線在 a 裡頭 在 m 裡頭那不管了 在 a 裡頭從這裡連到這裡 它一定要跑到 a 的外面 否則它這兩片是不相交的 所以這之後你要想辦法去說 這件事情不對 不可能 就是這樣 所以會得到矛盾 所以不可能有這樣的兩片 好 那我們怎麼樣去說 它的矛盾呢 好 這時候 那條路徑必須被給出來 否則講不清 好 那這時候路徑的存在 是因為用到 a 的條件 所以因為 a is has connected 這不是你的 u 跟 v 射出來的 是原來它自己帶出來的 所以存在有一條 path 在 a 裡頭 連接 x 跟 y 存在 a continue path 把它叫做 phi 從 a v 呢 因為這條曲線它會落在 m 對吧 所以我們說過 你這邊可以寫 m 然後再加上它 line in a 或直接把它寫成 它的對應直接就射到 a 那我就不用再講 line in a 了 因為它已經在 a 了 好 所以這個 然後使得 它的頂點 分別的對應到 x 跟 y 好 那現在呢 我們要想辦法得到矛盾 那 你看一下 事實上呢 u 跟 v 呢 把 a 分成 不相交的兩段對吧 的兩片對吧 那這條曲線也落在 a 裡 所以這條曲線當然也被 u 跟 v 分成 兩段 那哪兩段呢 就是它交 u 跟它交 v 對吧 然後當這條曲線被分成兩段的時候對吧 曲線是用 a v 來定的 所以它就會在 它定義的 a v 呢 又拆解成兩段 它的定義也必須被拆對吧 然後你這定義就 某一個定義呢 就會變成射到一段 另外一個定義對到另外一段 對啊 然後如果你那兩段沒有交 那它的定義也會 不相交 同意 那你就會發現 可是 a v 是 connected 對吧 所以你不可能把它拆解成 兩部分 所以這時候你就會覺得 欸好像有一點 搞 有一點 那個可以寫出它矛盾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我們把它拉到這裡來一下 所以我們令 c 呢 是這個曲線分成兩段的 pre-image 好你要講這條曲線分成兩段的 pre-image 事實上不用講的那麼複雜 就直接把 u 交 a 的這一段拉回來就好 因為 u 交 a 透過 它的 pre-image 拉回來就好 因為這條曲線呢 它根本只有在這裡 所以你把它拉 用 phi 拉回來的意思就是只看 這個交 image phi 而已 好 pre-image 這個東西 大家還記得什麼意思對吧 就是所有在 a v 裡頭 它的曲子會落在這裡 這個是 pre-image 的意思 所以呢 它的 pre-image 事實上是很容易描述的 雖然我們講解的時候 有換來換去 但是就 pre-image 來講 它是非常容易被描述的 就是整個集合拉回來就好了 無需特意去講 它跟植域的交集 因為 by definition 它就是只能拉回有被定義的地方 好 那 那 則 這兩個集合非空 對吧 為什麼 因為 x 落在 u 交 a 這一段 y 落在 v 交 a 這一段 所以當你拉回來的時候 所以當你拉回來的時候 a 跟 c 飛 c 跟 d 都非空 所以非空有這樣的寫法 你只要說有元素就是在講非空 所以這句話在講它非空 然後呢 再來 再來 因為 u 交 a 交集 v 交 a v 交 d 不是 v 交 a 等於空 前面講過了對吧 這是分開的兩遍 那既然他們在對應語裡頭分開 那它拉回來的時候 它的 pre-image 一定要分開 所以 而這個人的 pre-image 叫 c 這個人的 pre-image 叫 d 所以 c 叫 d 非空 這是邏輯 support 的事情 它為空 所以我現在呢 要學最後證的一件事情是 那還不只如此 還有呢 那 c 跟 d 的連極 會是整個 a 為什麼 因為這兩片的連極是 a 是整個動面 所以你整個 pre-image 拉回來 那一定就是整個定義域 所以我要用到的是因為 a 包含於 u 連極 v 所以呢 c 跟 d 的連極 事實上是整個的定義域 這個再講的就是這兩片的連極就是 a 了 所以 它的 pre-image 的連極是整段 a v 好 所以我最後要證的是 c 跟 d 是 closed 所以 claim c and d are closed in 這個 a 好 你總結一下 如果這個宣稱是事實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有了什麼事情 我們有了兩個 non-empty disjoint 的 closed set 它的 union 是 cd 剛剛上次那個 記得剛剛才講那個推論是 不可能 對吧 agb 圈圈不可能存在這樣的東西 所以矛盾於上面那個推論 所以這時候就已經 這時候就已經矛盾了 當它一出來的時候你就得到 你就發現不對 那個定理說沒有 你現在找到有 所以矛盾於上面那個定理 那因此它的錯誤出現在哪裡 就是你假設 a 1 是 disconnected 得到的 所以 hence 這個 a 1 is connected 矛盾於上面那個定理 因為你找到了 而上面那個定理說沒有 你確然有 所以這兩件事情互相矛盾 好 所以我們剩下 probe這個 claim 好 一分鐘給你 我們證 c 是 c 或 d 是 closed 反正對另外一個都自然也會用同樣的手法證出來 所以一分鐘再給你 你再往下證 你再往下證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事實上你要證 c 是 closed 那記得 c 跟 d 事實上是 這個連續函數的定義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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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嗎 對吧 是吧 所以雖然如此 用數列來 b 是比較容易 用數列來證是比較容易證的 也就是說呢 我令 tk 呢 是 c 裡頭的一個數列 然後它呢 會 converges to 這個 x 不能用 x 的 s 已被用 to t 好了 在這個 r 裡頭 記得 close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對吧 就是在 c 裡頭的數列 如果它收斂 那這個收斂當然就是 只是在大空間來講收斂 然後我們要去證它的極限點會在 c 那這樣如果這件事情成立 那 c 就是 close 好 那首先呢 你要能用這個函數 那第一個是這個收斂點 t 必須先落在 ab b 區間 ab b 區間 如果它不能落在ab b 區間 我講不下去了 也做不下去了 就是那個函數根本沒有辦法 apply到這個 這個 phi 呢 路徑沒有辦法apply到 t 所以 t 會不會落在 ab b 區間 會 那是因為 a 是 ab b 區間是 closed 所以在 c 的 sequence 一定看成在 a 的 sequence 那因為 a ab b 區間 is closed in 這個 r 所以呢 t 呢 它會屬於 ab b 區間 對 否則你沒有辦法 你只是說在 r 裡頭收斂 所以這個點呢 我不見得能夠 能夠在 phi 上取值 那 既然如此 那 b 的 pass 就定義在 t 上了 好 所以呢 phi 這個 t 呢 就會落在 a 裡頭 是吧 所以這時候呢 a 呢 被 u v 分成兩段 對吧 所以它一定要落在 其中的一段 好 所以 t 呢 不是屬於 嚴格來講是 u 交 a 啦 對吧 那但是呢 如果你不是很 care 它是 a 的哪裡 那就寫 u 好了 OK 或者呢 phi t 落在 v 裡頭 因為它落在 v 交 a 那一定落在 它落在 u 交 a 那一定落在 u 取決於你要 你要控制到多精準 那在這裡 假設它落在 那個 好吧 或是寫詳細一點 u 交 a 或 u 交 a 或 v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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交 a 好 那我們要證什麼 我要證的是 t 落在 c 裡頭 c 是什麼 c 是 u 交 a 這一片的 pre image 所以事實上我要證明 我事實上要證的是 find u 要落在 u 交 a 這一片 可是我沒有辦法說它是 對吧 怎麼樣都沒有辦法說它是 所以我們證明是 假設它落在這一片 那我想辦法去得到 矛盾 所以它一定落在這一片 所以在這裡又再一個假設 或者說你可以用 assume 或如果你可以說 if 因為這邊是真的 if 不是這個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個地方 if 跟 assume 是同樣的詞句 所以 assume 好吧 用 assume 吧 所以 assume 呢 這個 fight 呢 是屬於 v 交 a 那你想辦法去得到矛盾 你記得 t 是什麼 t 是 phi t b 過來的 對吧 然後你記得 phi 是怎麼樣 它連續 對吧 所以 phi 在 t 上是 連續的 連續函數有個性質是 它把靠得很近的人 會送到靠得非常近的人 而且要多靠近 有多靠近 有多靠近 所以呢 事實上 事實上 phi 會把 phi of t k 其實 送到非常靠近 phi t 的地方 對吧 是吧 同意我在講什麼 所以竟然如此 就是 就會得到那種矛盾 因為 phi is continuous at 這個 t 這個 t 然後呢 or呢 phi t 送到 u 裡頭來 對吧 u 是 open 所以呢 當你送進來的時候呢 所以呢 他送到它連續 所以呢 根據 根據 t 所以不要寫 不要用極限 直接用箭頭表示吧 連續的 e 什麼叫連續 就是該點的極限值 等於該點的 函數值 不要寫極限了 就直接用符號 所以 phi t k 呢 事實上會 b 到 phi t 這是我有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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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而現在 phi t 落在 u 裡頭 所以事實上 他跟他很靠近 對吧 所以呢 抹像之後 的 phi t phi t of k 呢 就會落在 u 裡頭 對吧 因為 u 是 open 我們現在假設他落在哪裡 落在 v 裡頭 然後呢 因為 v 是 open 他跟他很靠近 對吧 所以 open 是一定會塞住一個 夠小的 ball 所以你就會發現 phi t k 也會跟著落在 v 裡頭 對吧 所以但是 t 但是這是不行的 如果他落在 v 裡頭 那 t k 就會落在 d 裡頭 而 t k 是落在 c 裡頭 而 c 跟 d 是沒有交集的 所以他就會得到矛盾 好 所以因為 v is open 所以上次說過 那個 所以事實上呢 會存在有一個大 n 使得呢 大 n 項之後 大 n 項之後 大 n 項之後 我的 index 現在是 k 那這個 phi t k 呢 事實上會落在 v 裡頭 因為 phi t 落在 v 裡頭 因為 phi t 落在 v 裡頭 所以對任何一個 open neighborhood 事實上我可以找到 那個 找到一個 一個一項之後 使得他整個會落進來 是吧 然後這樣夠了 那事實上很多項 我只要拿一項出來 所以這個就會 imply t 的大 n t 的大 n t 的大 n 一定會大 t 的大 n k 等於 2 n 的時候 一定會大於 n 對吧 所以這 imply 這個 t 的大 n 會屬於哪裡 會屬於 d 因為它落在 v pre-image 就是 d 然後它如果落在 d 的時候 對吧 那 imply t 的 2 n 已經落在 c 你要搞清 你事實上 講矛盾最好的事情 是真的造一個東西出來 跟事實矛盾 不要再 不用再去講解它 所以 剛剛的講解是 它如果在 c c 跟 d 矛盾 這樣繞太遠了 這個直接 還有一個另外說 是直接往下 推到一個真正矛盾的事實 所以就會 imply c 叫 d 非空 對 這是最 講矛盾最容易的 就是直接往下繼續推 推到矛盾出來 好 那矛盾了 因為前面說 前面在哪裡有說 c 叫 d 是 c 叫 c 是空 你現在得到一個東西 是 c 叫 d 非空 那 那 layer for 不是 對 layer for 你說了什麼 這個矛盾出自於何處 phi t 屬於 v 對 phi t 屬於 v 所以 phi t 屬於 v 所以 phi t 就要屬於 u 加 a 就是說 t 會屬於 c t 屬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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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 就是說 c 是 closed 好 那 similarly d is closed 用同樣的手法 你就可以證 c is closed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件事情就證過來了 好 那一個 反面是不對的 對吧 connected不會 imply taste con 剛剛已經講過 但是因為我沒有寫下來 所以 用一個 remark 把它給 我剛剛 我們剛剛已經討論過了 但沒有寫下來 the converse is not true 因為 真的可以遭到反例 這個 sine的s分之一 在s大於0 連接這個 其實如果你不想寫那麼複雜 就連接 y 軸就是了 但anyway 細膩一點的話 事實上是 y 軸上的這個線段 這個例子是 他是connected 當然我留給你 回家自己去 but not disconnected but not past connected 但是事實上呢 我們真的希望 connected就是 他還是connected 所以呢 後來呢 我們可以證明呢 如果這個度量空間是rn 如果這個connected 這個connected set是open 那他真的會是 pass connected 所以這是下一個定理我們要證 我們先休息一下